赤壁之战是哪一年?赤壁之战发生时间是公元208年。 赤壁之战是指东汉末年孙权、刘备联军于建安13年在长江赤壁一带大破曹操大军的战役。 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,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中最为著名的一场, 也是继合旅破楚之后的又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。 赤壁之战中孙权、刘备在墙底紧逼关头、结盟抗战、洋水战之长、巧用火攻, 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力。 此战为尔后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,赤壁之战也是文人默克喜欢引勇的诗史。 李白有诗曰,二龙征战厥词雄,赤壁楼船扫地空,烈火出张照云海,周瑜曾此破曹宫。